各位应该有发现今天的PPT不太一样 这个委屈大家圣诞节要来上课 所以就把这个PPT布置得比较有圣诞节的气息 大家有注意到有一个圣诞帽吗 非常可爱 那我们的这学期的课呢 扣掉到各位报告的等一周 还有这个我们下礼拜是不上课 下礼拜是1月1号元旦在放假 不要说1月1号跑过来 所以理由上我们这学期的课应该只剩下 就是上课的时间应该只剩下两周 就这一周跟下一周这样子 所以这堂课也算是我们今年最后一门课 最后一堂课 那在这个学期结束之前 我们最后这两周的时间 跟各位谈一下另外一个GUI的一个介面 就另外一个使用者的介面 那先前我们花了比较多的时间都在谈 跟动作分析相关的介面 或是一些这个什么EG的一些讯号介面之类的吧 但在最后的这两周 我们花这个花一些时间来看一下 另外一个我们称作是镜黄外光 血氧分析的一个使用者介面 那这个介面的话可能只有 在座各位只有少数的几位 三位还是四位 有用过这个镜黄光仪器可能会比较熟悉 那对于其他人来说 可能对于来说这就是一个完全陌生的GUI 那先请各位download一下 特别刚刚进来的就是这个比较大一点 先花点时间download一下 等一下才能够跟上大家的进度 所以我们这一周实际上这个 我们要谈的都是针对这一个使用者介面 那这个使用者介面 它其实是一个网路上 网路上由一个这个MGH 他们release出来的一个 我们称作Package 或者我们称作一个Tourbox 那它就是可以拿来分析 我们所谓看这些脑血氧讯号变化 这种镜黄外光的讯号 那这一套软体实际上它称作Homer 下面是它一个download的网址 那这个在上一周 我们其实有教过各位说 其实你拿到一个比较大的GUI的时候 你用什么样的技巧 可以去透过检索方式 或是一个搜寻的方式 你可以很快的去找到 你需要去修改 或是你可能要扩增的一些方式 那在今天里面 其实我们也是秉持这样的概念 就是我们不太可能 每一次有新的一个Tourbox 或新的Package 我们就从头到尾把它走完 因为这样非常非常花时间 那各位在实际的InnoTron 也不太可能都这么做 所以在今天的课程里面 其实我们也是教各位怎么样 在拿到一个比上个礼拜那个更大的GUI的时候 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去面对它 那另外一点不一样是说 这个上礼拜我们用的那个GUI架构 是用我们上半学期所讲的一个 Evails的这种架构 但是我们这个礼拜要谈的就是 如果你今天碰到是一个Guy的 就是我们这个在前几周 我们又花一点时间讲过这个Guy的架构 那这一周我们要谈到这个扩充跟修改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针对一个 以GUI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环境所写出来的Guy 我们要怎么去面对它跟怎么样去修改它 好 今天MateLab都有戴圣灾帽很可爱 那我们在第一部分其实就在谈一下 这一个Homer的架构 那下一个部分我们就谈怎么样去检索 跟怎么样去过程它的功能 那当然我们时间的关系 我们可能只能以一个扩充的功能来当做 或是一个修改功能来当做是一个例子 来跟各位做说明 好我们很快先来看第一个部分 关于这个稍微介绍一下 什么是进化的光讯号 以及这一个在网路上能够很容易download到 它是一个被很多这个文章上 会去side的一个分析软体 我们称作Homer2的这个分析软体 我们来看一下它到底怎么样去运作 那以及这个在第二部分 我们会去看怎么样来做一个修改 那开始几页的slides 我们先跟这个大部分没有 做静环光讯号经验的同学 稍微介绍一下到底什么叫做静环光讯号 静环外光其实它的英文全名我们称作是 我们的Homer2的成分来做一个讯号上的分析 那当然这个概念上就非常类似 像我们这个所谓功能性的一个任务 比如说各位应该都有听过所谓的FMRI 就是Functional MRI 那静环光讯号其实也秉持了类似的概念 就是我们在这个一整个持续的过程中 比如说今天它可能是被安排要做一个手臂上台 或是一个wrist affliction的一个运动 那同样它会在给定的特定时间点上 做出一个这个动作的一个表现 那当然我们所观看的都是在Cortex上 就是在这个脑袋的皮质上的一个表现 所以当然按照我们之前既有的一个概念 其实我们在做一个这个单侧的一个运动的时候 Project到对侧的一个脑袋上 其实应该会有相对应一个 比如说运动相关就可能跟运动皮质区相关的一个 这个血流上的变化 那更明确的说所谓血流变化应该是指 这个血氧的需求会增加 那DXEA就是所谓聚氧的血红素 相对来说它比例会下降 OK应该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今天所谈到这个静环暗光讯号 或是静环暗光血氧分析 指的都是透过这个各位在荧幕上右上角 右下角看到这一个仪器 这个仪器其实这个指它的一个 我们称作光线的一个探头 那说它光线好像怪怪 因为它其实是电极线 它是一个用现在大家很popular的就是LED LED这样的一个Source 我们取代早期我们其实常常都是用Laser Source 就是那种要很粗的一种光线分析 那现在其实可以用LED的概念来 generate 一个在静红外光波段的一个讯号 各位应该对于所谓静环暗光有稍微一点的了解 就是我们说 这个一般的可见光 我们说这个我们看到白光 或是我们说从红到蓝的这个 这个光源讯号 其实它都是从这个 这个数百个NM 比如说大概300 400到700左右 OK这样大概是整个我们可见光的范围 但是在这个静红外光里面 我们其实用的是靠近红光 但是它又不是红光那么多 它是稍微比红光的波长再长一点 所以它大概这个范围 是在800到1000的NM这样的范围 那用这个理容证来说 各位应该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蓝光跟红光哪一个能量比较强 我们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好了 你认为静红外光的能量比较强 还是紫外线的能量比较强 一定要说紫外线 因为它其实在蓝光的范围以外 那我们说其实它就是 波长越短 它的能量越强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 紫外线其实是在蓝光范围以外 一个更强 那大家各位还听过X-ray 它就是更 更过去那一个波段的一个光 光子 但是我们今天所讲的静红外光 它其实是在红光的这一侧 它的能量很弱 能量弱有它的好处 它的好处是说 在它波长强的情况下 它其实在这个整个T恤 我们特别指的是Brain Cortex 就是脑袋的皮脂 它在讲的穿行过程中 它被这个能量衰减的这个 这个情况 或是它的运动方式 其实会跟我们一般熟知的X-ray 是不一样 X-ray我们照一张 确实X-ray 一定都是站直 然后就是从前面 往后照一张 那这个其实是因为X-ray它的能量很强 它always走直线 它不会受到别人的影响 但是在这个静红光的世界里面 它走的其实是我们称作一个所谓Diffusive 它是一个撞到人 它就必须要闪边的那种感觉 所以你可以想到它在整个Brain T恤里面 运动过程中 它会经过无数次的scattering scattering 就是我们说散事的一个现象 它撞到一个T恤 或是撞到一个particle 它就必须要切换一下它的角度 就是有一个反射角 或是一个折射角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会把它称作是一种 扩散性的一个运动 所谓扩散性的运动 就是它不像一个直线 它不是一个ray 像我们说X-ray 为什么叫射线 所以它always走直线 我们称作是一个ray 但是在镜红光里面 它很弱 所以走的是这种Diffusive 的一个propagation 如果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 假设在萤幕上这个箭头朝向 假设这个是一个头 嘿嘿这是一个头 好了 这个箭头朝向里面 代表是一个镜红光射的 箭头朝外 代表是一个接收的一个 这个detector 侦测器 那你可以想到以一个几率分布来说 因为我们刚说它在里面走都是一个 有点像乱跑 一个几率型的一个分布 那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有个假设就是 光源必须从这边进来 再从这边被接收到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去估算 它在这个光子里面可能行进 行进的一个几率分布 就是它的一个pass way 它可能一个pass way 当然这是一个几率分布图 那颜色越白越亮 代表这个出现几率越高 表示说其实当光子是从这边进来 从这边出来的时候 它很有可能是经过这一条路径 当然它不会那么漂亮的走路径 它是经过无数数的散射 只是它最后accumulate出来的路径 是很像我们称作banana shape的一个形状 那也因为这样的特性 其实不像X-ray 如果说你今天是用X-ray去照人家头 不只是有这个所谓放射性的 一个游离辐射的影响 就是有所谓计量的问题 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 你所看到的其实是光从这边进来之后 它会一路穿行到另外一边去 那你没有办法看到 比较浅层 或是比较局部的一个血流变化的资讯 但当我们今天用的是 像这样的一个镜红光光 比较弱的光泽 它走又是一个 所谓的banana shape的时候 我们可以有一个 非常commodent的一个conclusion 就是我今天这边 量测到的一个讯化变化 主要都来自于 在这个source跟detect之间 这个大概往下某一个深度 下面这个皮质的一个变化 那什么变化? 就是它的hemoglobin浓度上的变化 OK 所以这个是近光的光 它为什么要这样的波源 然后它为什么要去 要安排一个source跟detect的一个arrangement 你今天这个安排 如果你可以想要让它越开 其实这个光子理论上 如果我们按照一个banana shape概念来说 你把这个箭头 要是往里面引 比如说我移到这里来好了 假设我现在把detect移到这边来 那你可以想像 其实光源走的是这一条 以它的几率分过来 它走的是这一条 也就是说我其实看到的这个 这个穿透深度比较短 而且我是非常local在这里 但如果我把巨拉到像这个一样的话 其实我看到的是这么深 我看到是这么深 所以我看到的资讯主要是来自于这里 所以这个你的source跟detect之间 这个距离上的调变 其实会影响到 你看到穿透深度 你看到的位置上 会有一些些微的差距 那当然这一些 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光源 或是这个接收器 其实都长得像右下角 这样都很轻巧 那只是有一些 其实是LED的摄源 有一些只是接收器 那它安装到这个头上 我们就是用一个俯视图 我们是从这个受视者头顶往下看的话 它用的帽子很像EG 脑电部的帽子 其实应该说它本来就是 发了EG的一个 我们所谓国际上 1020或105 System的一个安排 就是会有什么 可能有些人不知道 但是可能有些人知道 就是有一些什么 FC啊 FP啊 或是这个Central C这一排或P这一排 其他都发了这样 一样的一个空间安排 假设我们今天的目的 是在看所谓的Sensory Mode 这个区块 你会发现这个 我们在荧幕上标上 这个红色圈圈代表 都是Source的位置 那绿色圈圈代表 都是这个Detector的位置 所以我们会按照 刚刚这样的概念 如果今天它只是一个1对1 如果今天是一个很复杂的摆列 比如说5 它是一个摄源 它周边又散落了1 3 5 7 这4颗Detector 所以你可以想象到 这个5进去的光源 它可以往3跑 它也会往1跑 也会往5跑 也会往7跑 但是它往不同位置跑 其实我所看到的资讯 就会来自于这个点 这个点 这个点 跟这个点 就等于说 我其实可以去看到 4个不同位置 一个Cortex的activation 或是我们说Hemocopin的扁划 所以这个头皮上怎么安排 你自己决定 你配合你的时间需求 那如果你今天要看Sensory Motor 你就会故意摆在 跟C这边很像 那再来就是 因为我们看的是一个手部的运动 所以我们还特别往 比较外侧 Lateral的一个Primary Motorist Cortex去摆 好 所以刚刚那个图 如果我们把它摊平 摊平一样从上往下看 你刚刚看到那个红色一样在这里 就是它这个所谓的Source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镜黄的光Source 那这个绿色一样是 我们刚刚说Detector 那这个深蓝色 就代表的是 任意一个Source 跟任意一个Detector之间 都能够形成一个所谓的通道 英文我们称作Channel 所以 以这个情况下来看 其实你可以去数 这个深蓝色圈圈 其实总共有20个 也就是说 以这样的一个安排 我们总共会看到20个Channel 也就是说 其实在这个 我们认为 PROJECT到CORTACE上 就是投影到 皮质上的一个 空间分布上 其实我们有20个 不同的位置可以来看 那我们在表示上 其实你可以像这样的 一个表示方式 也可以像棒状的 一个表示方式 就是一个ROB 这一条灰色的代表 它其实会形成 一个有效的通道 有的时候 我们会把这个有效通道 用几支几来表示 举个例子来说 像这个地方 红色的这个E 我们说是代表 Label成No.1 这个绿色的3 对表它是被Label成 第三颗的一个Detector 所以我们有时候 会把这个 第一个Source 跟第三个Detector 之间所形成的 有效通道 称之为1-3 1-3 第一个数字 always代表的是Source 第二个数字代表的是Detector 所以1-3 通常就是 我们在讲说 它就是指引在那边上 从第一个Source 到第三个Detector 所量测到的一个Channel 所以这个图形 是稍微给各位 一个基本的Background 那 有些人可能会好奇 那到底这个金黄暗光 刚刚竟然提到说 你这个Source 你的拉越有看越深 那我是不是就 拉很远 你会看到很DeepBread 因为其实 我们在很深的脑袋里面 有一些很重要Nuclein 和Cortex 但是实际上 金黄暗光我刚刚说 它是非常弱的光子 所以它虽然能够穿透 但是它活不久 穿透深度不够 因为它能量很低 所以一般我们在射的时候 其实一般你穿透深度 大概就是在3公分左右 了不起3公分 所以刚好 只能穿透过我们这个头壳 穿透过我们这个脑膜 跟这个CSF 到达我们这个Superficial 就是表浅的这些Cortex 所以如果有人问 老师 他能不能看到 比较深的辅助运动区 就是我们说 跟脚运动相关的地方 答案是不行 他只能看到 比较表浅的一个位置 OK 所以一般我们在设计 近温光相关的实验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看一下 比较表情 比如说前额页 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 这个Primary Motor Cortex M1 或者是我们说 Premotor Cortex 跟这个前运动鼻子区域 跟这个辅助功能 或规划功能 有关的这个区域 Dependent你的实验需求 好 那这个整个在我们收到的讯号 到最后我们呈现出来 刚刚提到说 你可以还原出所谓 含氧Oxyhemoglobin 去氧Dioxxyhemoglobin 种种的这个Totalhemoglobin 都可以算得出来 但是这个冠状 其实你需要经过 一些简单的一个 讯号处理的步骤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在真实的情况下 我们刚刚说 除了各位要知道 这个所谓sourced 跟detached arrangement 的安排之外 你还必须知道一个事实是 我们如果要能够 用这个 进化的帮助讯号 去解析出 这个至少是两种 两种独立的成分 就是Oxy跟Dioxxyhemoglobin 因为我们刚刚说 Total是两个相加 所以理论上 独立的成分 就只有Oxy跟Dioxxyhemoglobin 各位可以想象到 我们现在就好像有 两个位置数一样 我们说 假设这是一个线性关系 那就跟我们以前讲 这个所谓 这个你要解两个位置数 你就要有几个方程式 理论上应该要有 两个方程式 就是我们说 这个好像连立方程式 如果你有X跟Y 你at least 要有两个线性方程式 我们就去解它 做一个连立解 所以同样的概念 如果你今天有 Oxyhemoglobin 有Dioxxyhemoglobin 的这个issue 或这个ferible 你是希望能够 把它解析出来的话 你就需要 两组 至少要有两组 两色量 那这个两组 两组量 那两组量怎么来的 实际上 这个 我们是用两种 不同波段的 进化曼光 760 跟850 等一下 我们要demo 那个data 这个仪器 所用的波段 当然这个波段 不见得 是所有 进化曼光仪器都会用 有的进化曼光仪器 甚至会用到三个波段 甚至他们在这个波段上 会稍微有点调教 但是一般 都会有一组是700多 一组会是800多 这个原因是因为 他们在这个 800左右的地方 有一个Oxyhemoglobin 跟Dioxxyhemoglobin 对于这个光源的吸收浓度上 吸收的这个细数上面 有一个交叉点 所以我们通常会习惯 在这个交叉点的 前举一组 跟后举一组 但它不见得 一定是necessary 但是我们的习惯是这个样子 那at least 各位要知道 反正我们今天要解两个解 所以我们需要两组 两色量 所以各位刚刚看到 那一个Source 它这个Source 实际上它在发射 这个进化曼光源的时候 它是用很快的频率 在switch 它所发射这个 一个进化曼光的波长 它可以在这个时间点 发射出760nm的 进化曼光源 但是很快的 它会切换到 下一个时间点 它会切换到 850nm的一个 进化曼光源 所以实际上 它是用快套品 看不出来的一个 切换速度去 感觉像是一个 simultaneous 就是我们说同步的 同时的 去量这两个波段 的一个讯号 好 所以实际上 我们在拿到RAW data 就是如果我今天说 从这个侦测器端 收到Data 它跟EG不太一样 EG就是反正 它就是一个Channel 一个Electro 就收到一个Codex 一个电子讯号 或者是各位之前看到 那个Motion 我贴一颗Marker 贴一个FICOM的Marker 在这个收视者的身上 我就能够去量力到 属于这个Marker 或是这个Electro 它的一个讯号 但现在跟这个不一样 我们下面是刚刚 我们所谈到一个有效的Channel 比如说1-3 第一个Source 到第三个Detector 之间所形成的 有效通道 Channel 每一个Channel 都会有两组数值 一组 for760nm的 近光光光 一组 for850nm的 一个近光光光的讯号 但它看起来 也像是一个 时序的讯号 因为我们就是 一气一旦开了 就是一路一直收它 两个波段的 这个Detector 收到的一个讯号 那 可能一些光电的人 比较清楚 也就是我们收到 其实说出来 不是光子有几颗 而是光电转换过后 的一个电压的讯号 这个 大家不要自然清楚 反正它就是一个 micro footage 的一个讯号 好 那现在问题来了 这个 我们收到的这个Rodata 涨量 比如说 左上角这一个 这是一个例子 这个 这个只是Display 一个就是我们说 第一组 就是760nm的讯号 然后在 特定的一个channel上 这个其实应该是在 比较靠近 左边还右边的 这个Motor Area的位置 我们收到一组 讯号场这样 不是 这个1跟2 不是Display 这边 各位只看到这个 760nm 那这个1跟2 其实代表的是 我们Effend Marker 我们这个实验设计 它其实比较像是这样 我们是一样 Black Design 所谓Black Design 就是一个区间 就做一件事情 我们在整个 比如说从开始 第0秒开始 一直到结束 可能经过比如说10分钟 好了 在开始前60秒 受制者是Do Nothing 它是一个所谓Resting 状态 它就是放轻松 但接下来 它到的时候 它其实要做一个Arm Lifting 就是一个Arm 的一个Flexion 动作 就是从一个休息中间 到一个做一个收缩的一个动作 所以在这个Black 朝上的时候 就代表它其实要做的是一个 反复的 持续的 就是我们说它是一个 大概以1秒为一个频率 上来 下去 上来 下去 一直在Flexion 跟这个Neutral 就是中间做一个切换 那就是 维持 重复的收缩 35秒 OK 那 再来这个 右手完之后 很快又会再进入到一个Resting 状态 就是它会再休息一段时间 大概也是30到40秒左右 它会再 接下来这个Block 会变成 它就要做左手了 它如果往下跑 就代表它就要做左手了 所以这个我们称之为Block Design 的东西 它其实是把 单纯的右手上台 或是左手手臂上台 这个动作 各自Repeat了五次 但是是以交错的方式 其实对于硕士来说 是以一个Random的方式 来做一个交错安排 OK 好 所以这边我们看到这一个 刚刚来的这个 所谓1跟2 它其实指的应该是Event Mark 事件开始的那个时间点 1就代表右手运动 2就代表左手运动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 我们刚刚这个安排 你可以想到 如果我现在把这个Block 转换成1跟2 右手叫1 左手叫2 那应该 这边的Mark 应该就是 1 2 2 1 2 1 1 2 2 1 所以你其实对回来 对颜色 就是1 2 2 1 2 1 1 2 2 1 就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 这个是我们在把我们 时间设计 标示到我们这个讯号上 我们通常会用一个 这个 这个 起始点的 垂直线 来当作是 事件开始的这个时间点 那这个练习 其实跟我们在 这个 上上离拜 我们谈到 写一个 自己写一个 蓋的这个GI 的时候 我们不是有谈到说 其实我们可以去 设定 所谈 Event Onset Time 然后再去做一个 剪裁的动作 做一个Average 那其实这个概念就是 来自于Block Design 我们知道了 每一个 每一个事件 比如说同属于右手 都是1的这个事件 我知道这个 它的开始点在这里 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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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这里 我就会以这个 开始点为基转 各自往后找 比如说我知道 我这个实验 它上台时间是35秒 我再往后加一点 休息的时间 所以我可能切个 50到60秒 我会把这一段 去跟 刚刚说的这一段 还有 都属于右手的 这几段 剪出来之后 做一个平均 所以我可以得到 是一个SNR很高 因为我经过了 5次重复运动的 一个平均 来得到一个 比较 make sense 或是比较 convincing 的一点的 这个Average 所以同样 你也可以去对2 做一点手脚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个其实都还 只停留在 RAW DATA 就是我们说 两个波段的一个讯号 这跟我们刚刚所提到 最后我们要看 是OxyHemocovine 或是-OxyHemocovine 其实还有点距离 所以这中间 其实要经过一点 简单的公式转换 我们会把这个 所收到 原始两个波段 一个DNA讯号 会先转换 成一个所谓的 Optical Density Optical Density 那这个Optical Density 它其实它的算法很简单 我们会有一个基本的假设 一个Bills number law 的一个概念 就是告诉你说 当我今天有一束光源 比如说它入射的强度 我们称作I0 Intensity 我们称作I0 这是它原始的强度 当我今天穿过一个物体 比如说这个物体 是一个薄板之类的 好了 它一定有一个厚度 一定有它自己这个 衰减系数或衰减的特性 我经过它之后 我还是可以在另外一头 只要它没有完全被衰减掉 我还是会在另外一头 可以收到一点 叫做I1 就是强度稍微减弱的 一个射出的一个光源 OK 那这个所谓Optical Density 就是说 我们今天会做的事情 是去算 这个I0跟I1 就是入射跟出射的这两条光源 它们Intensity上的一个差距 这个差距是以分数 加上去这个以实为一的log 刚做是一个转换公司 我们就可以去取出一个 所谓的Optical Density 所以它说穿了这个Optical Density 其实就只是一个相对的一个素质 就是我今天知道入射的强度 我今天知道这个射出的强度 我可以以这一个差别来代表 中间我其实经过了一个 比如说多厚 如果说它们都是同样的一个 衰减系数的物体 薄跟厚会影响 或者是两个同样厚度的一个物体 但是它们的吸收或衰减的系数不一样 那么吸收系数越高 或衰减系数越高 当然你所量测到的I1 就是射出的光强度就会越弱 所以你可以分享这样的一个进去 跟出来的一个关系 去评估到中间这样的一个物质 它的一个特性 特别是在它的吸收 它的这个衰减的特性上 它有什么样的一个表现 那在Brain里面 经过先前的这个 身体学上的一个简单 其实我们已经知道 在Brain里面 对于这两个波段光 就是镜头弯光波段光 有非常强的一个吸收系数的 其实就源自于Hemoglobin 那当然Hemoglobin 我们刚刚提到的两个主要成分 就是所谓Oxy-Hemoglobin 跟Dioxxy-Hemoglobin 那当然它们 这两种成分 在特定波段下的一个吸收系数 其实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去Differentiate 这个两个不同浓度 在特定时间点上的一个表现 所以我们如果把刚刚这一个原始的讯号 如果只是单纯经过刚刚这一个 单纯的一个比例公式去换算 这个所谓Opical density 其实我们就能够发现 这就是我们所得出来 这个Opical density 随时间变化的曲线 跟原本就有点不太一样 跟原本就有点不太一样 那当然这个东西其实还经过Filter 因为我们实际上在搜的时候 以这个Case来说 它大概这个曲红频率是10赫兹左右 但是这个相较EG EG当然我们说它曲红频率 其实用了250到500左右 就算是已经很低频了 一般大概都用到1000多人在用 但是对于静红框来说 我们看这血流 我们看的不是所谓的neural activity 不是看神经元的一个活动 所以在血流上 我们知道血流变化是比较慢的 通常在我们开始 比如说你今天突然开始做一个运动的时候 血流变化大概需要2到5秒 才会达到一个 从Baseline到一个 比如说一个Activate的一个状态 它中间会有一个Transition的一个时间 那这个时间其实告诉我们 其实血流变化是一个 蛮低频的一个成分 它通常如果你要看到它 大概在0.2Hz以下 那我们刚刚说EG 我们之前说什么AlphaBank BetaBank 可能25到40 这种平台是完全不一样等级 这种所谓Hemoglobin 或是Hemodynamic 就是血流变化 大概是落在0.2Hz 这个以下的范围就足以去看它 它是非常低频的东西 所以我们这个Filtering 实际上是把这个 太低频的讯号丢掉 太高频 就是大于0.2Hz以上的讯号 也就丢掉 也就是说我们把一些心跳 心跳大概是1到1.5Hz左右 呼吸 呼吸大概就在0.2以上 一点点的一个位置 我们都把这些身体讯号 都丢掉 因为我最后想看就是在Brain的皮质里面 大脑这个神经源的活化的时候 它的一个血流变化会总变 它不是受到心跳影响 不是受到呼吸影响 而是单纯的 单纯的是你这个血流变化来做一个呈现 所以各位从这边看到 你就会知道说 蛮有趣的是说 告诉你这个在 这个 每个事件一下去 你就会看到这个 Optical density 是有一些变化的 它是会在你身下的时候 你都会看到有一个变化 但是 我们刚刚说这中间 其实大概一半的时间之后 它收拾器会休息一段 它会在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 但是接下来又有一个事件出现的时候 它又会有一个 这个Optical density的变化 那当然 经由这个Optical density 其实我们就能够真的去回推出 这个所谓 Oxy-Hemoglobin 跟Deoxy-Hemoglobin 它的一个 我们说它的一个concentration 它的一个浓度 到底随着这个时间变化会长怎么样 那各位现在看到这个曲线 它其实是一个Oxy-Hemoglobin 就是含氧血浓素的一个 随时间变化的情况 所以各位可以想象到 其实这个 如果说都是follow 我们这个实验设计 都是指示一下去 它开始直接运动之后 其实就会有相对的变化 那我们就会非常confident的说 这就是属于一个 跟这个Task相关 Task related的一个 其他变化 也就是说 这是我们在 安排一个特定 实验的情况下 我们所induced的 所观察到的 这个脑部活化的一个现象 好 这大概是一个 镜红外观的概念 大概就到这边 那我们稍微往下看一下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个软体 我们其实称作 刚刚有提到的 它其实称作这个 HOMER2 UI HOMER2底线UI 那各位等一下在打的时候 记得这个大小鞋 已经都要打对 因为我们说在 如果你是2013B之前 好像是随便 但是2013B之后的版本 你一定要大小鞋打对 才可以看到这个 这是它整个界面的一个 这个样子 那你可以看到它 其实它就是一个单纯的 一个视窗设计 那有一个 这个其实已经是我们刚刚提到 这个block average的结果 就是我已经可以看到说 整个这个在执行 右手 手臂上台的时候 在这个位置上 它的一个血流变化 零就是指射件 下去的时间点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 血流往上跑 这个实线是Oxy-HEMO-Globin 虚线是Deoxy-HEMO-Globin 所以它这个版面上 其实会有一个 Source跟Delete的一个 空间配置图 会有一个 讯号呈现的Panel 会跟之前一样 有一个Source整个清单 就是你这个Data的List 那当然这边 会有一些 这个不同处理 像我们中间 一样会需要绿波 一样会需要 有些D-Chain的东西 或是有一些 这个去查讯的动作 那这个其实都是 安排在这个里面 还有一些 你manually 可以去做一些 这个事件的rejection 就是你可能认为说 这个十个block里面 有两三个block里 其实做得不好 我可以manually 去select哪个period 是我不要的 你可以去把它reject掉 那下面则是去切换 你要看的是 这个Oxy-HEMO-Globin D-Oxy-HEMO-Globin 或者你要看的是 760Nm 或830Nm 这种不同波段的选拖 所以大家的版面 其实长得蛮简单 但它里面功能 其实非常非常丰富 好 在各位开始使用前 先请各位设定一下 这个Path 各位还记得 我们设定Path 请你到SetPath 里面用AddWithSubfolders Subfolders 去把今天 我们这个路径底下 Materials 底线L13 然后它这个 HOMER2 这个资料夹 记得要把AddWithSubfolders 把他所指资料夹 通通加到 我们这个Search的Path 里面 如果你忘记要 怎么做这个 这个Add的动作 请你看一下头颗屏幕上 你一样请你在这个 这个版面上面 你去找Home 这个Tag里面 它有一个SetPath 在这个位置上 那如果你是旧版的话 你就点一下 那个上面TourBar TourBar 里面应该有个File 里面应该也会有个SetPath 点进去 这个版面 各位应该很熟悉 那就请各位 AddWithSubfolders 做一个这个加入 加入我刚刚说 你们那个资料夹的动作 但我之前好像加过 所以我理论上不用 好 我做给各位看 但是我等一下不要按Save 按下这个 AddWithSubfolders 好 然后请你选到 这个今天 我们说在Materials底线L13 里面有个HOMER2的资料夹 请你选它 按下选择资料夹 那应该它会把里面这个 它里面资料夹非常多 它有101个资料夹 所以你不要手动自己夹 你就让它全部加进来 就好 OK 所以你按下Save再Close 但是 我这边就不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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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你设定好 如果你设定好之后 理论上你应该这个 按下 在你的Command Window上 打上这个 HOMER2 然后底线UI 我拉过来一点 HOMER2 底线UI H 跟U 还有I 这三个英文字母 然后大写之下都是小写 HOMER 就是HOME加一个R 然后2 底线UI 请你打上这个 如果你有设好路径 诶 我之前没有设 那我刚刚真的应该要设一下 如果你有设好 你应该是可以把它叫出来的 可见我刚刚是没有设 就选择 就选择 好 就save跟close 好 所以如果设好之后 应该就跟各位一样 就是你按下去之后 应该很快就会 你按下去之后 它不会error 但是你要稍微等一下 第一次会上到9点 好 那各位应该会跟我一样 就是如果你有把这个 当下路径切到这个 materials底线L13里面的话 各位有切吗 如果你没切会比较麻烦 你还要自己再去选一个档案 这样好了 各位都先照着我做 你先把你这个当下路径 current directory都先切到 materials底线L13 这个资料夹里面 大家就是都synchronize 可能会比较好 比较好做事 如果你都切进来的话 你其实就直接按下 HOMER2底线UI 他会跳出一个刚刚那个 询问视窗 那个询问视窗的目的 其实是要你去读取 如果你先前有process过这些data 这笔data的话 你可以去预载一些 你先前设定好的参数 但是有建议 我们现在是今天第一次开始 所以各位就取消就好 就是刚刚那个 跳出一个 问你要选怎么打的那个视窗 你就按叉叉 或是按取消 那你要取消之后 应该就会出现这个 有一个很小的视窗 在你的左上角 各位应该看到很小的 在你的整个画面的左上角 他会通知你 像告诉你说 Loading Default Configuration File 就是因为你没有给他 任何这个参数设定 所以他会用 预设的一个参数设定 你就按下OK就好 那各位应该能够很快的看到这个版面 各位有看到吗 你现在叫出来这个程式见面 你应该会 这个发现在左边 左边的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的地方 它有一个类似像一个List Box 左边这个List Box 跟我们之前在设计这个答案管理上面 概念非常像 因为其实大家通用都是这么做 那你现在看到这个 它就告诉你一件什么事情 就是你在这个注列里面 其实应该是有一个叫做Data的 你可以暂时把它称作Group 有一个叫Data Group 然后里面有一个档案 这个档案 这个档案叫做什么 Nears底线Data什么的 那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来的 其实是因为我在各位的资料夹里面 就是我说这个Materialist底线L13 这个资料夹里面 你应该有注意到 其实有一个资料夹叫做Data Data这个Data 那里面其实就放了一个档案 这个档案你会看到它的副档 叫做.nirs 这个其实就是这一套软体 Format2ui 它所专用的一个格式 它专用的一个格式 所以我刚刚说各位 为什么要先把路径 设到这个Materialist底线L13底下 因为它会在当下的路径里面去设计 那么Data是可以load的 那只要你有设好 那只要你有设好 脸上的东西都会去读取到 所以有一个资料夹叫做Data 里面包含了一个档案 所以它会以这样的方式来做一个呈现 Data加一个档案 那你现在点这个档案 其实应该是没有任何反应 但是你先试试看这么做 如果你到右边 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一个 Source跟Detail的空间配置图 所以各位只要记得 它其实就是涵盖在我们说的 Sensory motor这个范围上 所以这个 大概它Cover就是一个 我们说包含了Primary motor cortex 一个位置 那这边任何一个地方 你去用滑鼠的左键 去点它一下就好了 点一下 它就会去显示出 比如说你点在C的附近 点在C的附近 你就会发现 它就会去显示出这个 比如说它现在亮起来有颜色 代表它是显示出这个 所谓C4 C1 跟C5 这两个channel的讯号 那 我们刚刚不是说 其实我们习惯上 都会把第一个 这个位置 其实放上Source 我们刚刚其实讲的是 比如说1-3 它指的是 第一个Source到第三个Detector 那在这个软体里面 它都会习惯 为了要分别了 它会习惯把Detector 用ABCD的顺序 来做一个标示 所以C 理论上就是 我们刚刚说 红色的3 就是我们刚刚说 红色的3 所以我说 C1 就指第三个Source 到第一个Detector 它的一个channel 所看到的讯号 那 这个各位也可以去试试看 你是可以去 点不同的一个 bug的位置 比如说我点到F附近 它就会有四条讯号 因为它有四个会亮起来 如果你点到D附近 就有两条 这样 它这个程式 都会预设 把这个 你所Select出来的讯号 一口气 都Display到这个Axis上面 就是我们说 左边这个Axis上面 所以这个东西 有好处也有坏处 最大的坏处在于说 其实 当两个讯号 它们这个平均值 拉很远的时候 这个整个图轴 这个整个图轴 会被你拉得很大 那拉很大 就会像刚刚你点在C上面一样 两条看起来 好像都是一个 没什么变化的讯号 你看不出来 但原因是因为 这个Y轴被你拉得很宽 那它提供一个功能 这些功能 其实各位都可以学 就是 我可以在我这个 任何我不想要显示的 那个Ball上面 那个 我说特定一个圈子上 你按右键 按一下右键 比如说 我现在不想显示绿色的 我想要显示蓝色的 我就在绿色这个Ball上面 按一下右键 它就可以把绿色的那条线 给隐藏起来 隐藏起来 那你就刚刚上面 就会变成一个很淡的 一个绿色的曲线 代表它其实是隐藏 但这个隐藏 只是你Visually上 就是你看不见它 但是它实际上 这个Data并没有被你删掉 它只是你看不见它 它只是一个 For Display上方便的切换方式 所以你可以 自由去切换 你今天想要看的是哪一个圈子 如果你今天所有圈子都想看怎么办 请你按住Shift 然后去点选不同的这个Ball 我可以按住Shift 我现在是压住Shift 所以我可以去看到 很多很多不同的讯号 我可以同时都把它Display出来 像这样 这只是一个功能 如果你放开Shift 再去点其他地方 它就会只去显示 比如说就是显示某一个位置 那再来就是 除了观看之外 我们当然要希望能够做 刚刚的一个讯号处理 就是包含 转换成这个Optical Density 做基本的Filtering 那还有做这个所谓Concentration 就是Hemoglobin 所有Concentration的一个计算 那这个计算 它其实都是隐藏在这边 有一个叫做Options的一个Button 各位我们看到 在靠近List Box的右手边 有一个Options的一个Button 按下去 你按下去的时候 它会跳出一个新的视窗 这个视窗 它的名字叫做Easy Nears 然后底线Process Option 就这个视窗 那这个视窗里面 其实它包含了很多不同的这个 计算的一个成分 它第一步 你看到它这个 它的方式就是说它用条列的方式 每一个欄位置就代表 它会做一件Process的事情 所以第一个位置 它其实叫做Intensity to Optical Density 它第一件事 就是先把我们这个 一开始Detector 所收到的电压讯号 转换成我们刚刚所提的Optical Density 那玩完之后下面 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方式 比如说PCA Filter 这跟我们一般讲的这个 Band Path Filter Low Path Filter 跟High Path Filter 都不太一样 它其实是一个类似像 当然我们在这个 上上学期所提到的一个 Principal Analysis 就是主成分分析 用的一个东西 但这个各位不用知道太清楚 这一个 是做一个去除杂讯 或是一些Motion的 一些artifact去除 是用这一个 这边有一个Motion Artifact 它是按照你 时序跟讯号突然变化 这种peak 来做一个侦测 那Stimulus的一个Exclude 是非常前面的这个 真正在Motion之后 去把临近的 或是相关的一个事件 给丢掉 这是它一个automative function 那我们真的会调的 其实有一个 这个Band Path Filter 就是我们上下礼拜有提到的一个 那上下礼拜有提到一个 所以原上各位只要记得说 一开始会先做intensity 转换到optical density的动作 然后会有一些滤波动作 去做一个Motion Artifact的去除 就是收拾在中间 如果有一些不正常的 头部引动所造成的 讯号飘移 都可以做一个去除的动作 那再来是Band Path Filter 就是要滤出 我们刚刚说 我们只要大概0.01到0.2 这样的一个波段 是属于血流变化的一个波段 那再下来就会有一个 把optical density 再转换成所谓concentration time curve 就是我们这个hebacolping concentration 会由这个function来做处理 那倒数第二个 各位完全不用管它 最后一个是一个 所谓block average 就是我们说这样 是一个block design 最后你可以把 比如说同样 右手上台的五个block 重复五次的这个事件 做一次的average 跟我们上上礼拜讲的很像 所以各位其实现在要调的参数 就发到我现在一个流程 第一个 VCA filter 请你调到0.8 0.8的意思是 它会把这个高达80%的一个 varrance 就是讯号的一个变异 给去除掉 因为我们认为血流的变化 其实不会这么的dramatic 这么剧烈的变化 其实可能是来自于 motion造成的一个artefact 所以它这0.8 代表是丢掉80%的一个varrance 那现在这个motionartefact 请你不要动它 用预设的一个参数就好 这个stimulus的一个exclude 请你也不要动它 直接跳到bend pass filter 这一栏 bend pass filter 这一栏 有两个参数要调 一个叫做hpf 就是high pass filter 一个叫做lpf 叫做low pass filter 我们说一个bend pass 其实就是有一个高通 跟一个低通组成的嘛 所以这个hpf的这个平带 其实你设在0.01 这么低频呢 目的是希望把一些比较 这个低频的讯号票给丢掉 所以请你设0.01 Hpf high pass filter Lpf low pass filter 其实你设 设在0.2 就是我们说 把这0.2以上 呼吸跟心跳的讯号 都把它丢掉 所以0.01跟0.2之间 这是最基本的一种filtering的一个方式 那再来这个od 就是optical density to concentration 这个请你维持不要动 这个stimulus excluded 然后user defined variant 这个请你也不要动 最后一个block average 这边 他要你去设定一个 所谓的t range 就是time range 你今天要告诉他说 本来上你今天所给的 事件的这个开始点 你要往前切多少 跟往后切多少 来当做是一个average 要看的一个范围 所以请各位设就是 我从这个事件开始前的 比如说10秒钟好了 我用-10秒 空格到后面的60秒 空格到后面的60秒 所以这个-10空格60 代表就是我要从 我event on set 这个时间点 往前推10秒钟 它的单位是秒 不是delapoint 是秒 往前推10秒钟 到往后60秒 我要把它当做是一个事件 所以我再重复一次的参数 第一个PCA filter 请你打0.8 其他都不要动 一直到中间有一个ban pass filter ban pass filter 请你在第一个栏位打上0.01 第二个栏位 请你打上0.2 接下来都不要动 到最后一个栏位 block average 这边 请你打上-10 空格60 这样就好 你key完之后 它并不会马上进行处理 这只是一个setup 你要处理参数的一个panel 一个视窗而已 如果你要处理 要怎么处理 你可以把这个视窗 缩小或关掉的 或是丢一边 不要理它 你要回到这个主视窗里面 它在options的下面 下面大概 下面三个UI control 有一个pop up menu 你看一下 它会分成rub session 跟group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options的下面 有一个pop up menu 它这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是有很多人的data 它可能有同一个人 run了好几次的一个实验 或者是 这个 同样的一个group 同样一个station 或者说 一个 一个 它这个station 比较像是group 好怪 应该是同一个组别 比如说normal 里面你有13个人 那再来这个group 才是指说 你有两个不同的group 所以它其实有三个level 你有两个group 一个group里面 可能有10个subject 哪个subject 可能又会有一次以上的测试 所以它其实是可以分成三层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就只有 一笔data 就请你选run 就是最低一层的就好了 所以你就点一下run 所以它要不要执行 这个讯号处理 其实在你选完参数之后 当然去点选这个pop up menu 的任何一个选项 它才去执行 这个讯号处理 那你可以想象 如果今天点的不是run 而是点station 或是点group的话 假设里面有10个人 两个不同组别 总共20个人的话 只要你点group 它会连续的用forgroup 所以我帮你把每个人data 通通都处理完 OK 你就不用每一个人 都要自己去点一下 很麻烦 但因为我们现在只有一个人 所以点不放就好了 你处理完之后 你会发现在这个 下面这个地方 这个字都好小 看不见 这里 下面有个panel 叫做plot 这个plot里面 原本只有roll data 这个radial button 是可以选的 但当你处理完之后 你会发现这个od optical density 跟concentration 都是亮起来的 好 假设我们先切换到一个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切换到这里 D D的这里 然后我们只要 显示蓝色这条线 我们一次看一条就好 你把绿色那条线 用右键把它关掉 等于说 你只显示D2这个位置 好的 我们现在把这个roll data 这个位置 右边不是有个list box 它有什么760跟850 在这个位置上 760的话 就是指我们刚刚说的 两个波段 你可以去切换它 它就告诉你说 它在同时间里面 其实会收到两个不同波段 一个讯号 在这里 那再来就是 你还可以切换什么 如果那条下面 不是有个od的 这个radio button 它 它就会显示出 其实是一个这个 Optical density 的一个讯号 Optical density 的讯号 这条面很好看 换一条 不好看 好看一点 好 先不管 不然我重 好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这个concentration 当然这个od之外 你也可以去选 这个concentration 好 concentration concentration对我看起来 漂亮一点 concentration 这个里面 你会发现 它的这个旁边 这个list box 原本 不是760跟830 它现在显示 HBO HBR 跟还有一个 HBT 所以它分别代表 O代表oxyhemoglobin R代表是deoxyhemoglobin TTL是total的hemoglobin 所以比如说 你先切到这个HBO上看 你就可以看到说 诶 这就是随着时间变化上面 这个oxyhemoglobin 随着这个给予的这个 事件开始点 它有一个变化的情况 那你分析完之后 你还可以去点这个 在更右边一点 还有一个所谓 show run hrf 各位有看到这个吗 这个是因为我们现在只有一个人 所以只有run 这个checkbox 是你可以勾的 那hrf指的是那个 hemodynamic 的一个response function response function 就是我们要看它写 有怎么去对于这个试验 做一个反应的曲线 所以你可以勾它 那它其实勾起来 就是一个block average的结果 就是说我把那五个 同样都是右手上台的一个实验 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反应 就长这个样子 反应长这样 那当然这个只是一个平均曲线 不够漂亮 我们再加上standard arrow 就是arrowbar 所以你可以在上面这边有个fill fill 这个tourbar里面 你可以再点一下fillhrf 然后standard arrow 你可以点它 它就会把这个arrowbar 给画上来 所以你可以稍微知道一下 它这个统计的效力 到底是怎么样 所以我们说这个 在纵轴上面的0点 就是指onset time 往前推10秒钟 跟往后推60秒 那在这个横轴上的0 就是指我们baseline的位置 当你在事件开始之前 我前面在raising state 我以它为基准点 那往后 这个血流的变化 会长到什么样子 所以就相较于baseline 它的一个变化情况 所以一样 你可以在这里面做切换 比如说 我现在点这边 会按住shift的去点对面的 我可以看到就是 诶 其实在现在这个 运动的情况下 你可以看到 左边的 左边是蓝色跟绿色 我的左边是蓝色绿色 右边是红色橘色 那这个原因其实是在于说 你看到在这个下面 现在回到这个plus panel下面 在HBL HBR 这个list box的下方 又有一个papa menu 你可以点它一下 它可以选1或者是2 1就代表第一种事件 那你这个时间安排 就是右手上台 2就是左手上台 所以我们现在选在1上面 代表我们现在看的是 这个右手运动 所以它引爆是一个 比较偏左侧 就是对面的 contralateral的一个 mortical cortex的一个活化 那如果你点到2上 2就是指左手运动 你可以看到它会反过来 如果在左手运动上 其实会变成是 对侧 就是右侧 右侧这个脑袋 其实它的活化会比左侧 就是同侧来的强一点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 一个实验程 可以看到这个 血流上的变化 那再来是 它来提供的功能 就是在 大家说的这个1跟2 泡泡美女下面 又有一个checkbox 就是去发生 写的是一个blood pro 各位有看到吗 blood pro 点它 点下去 你会看到它会跳出一个 新的视窗 新的视窗 那这个视窗 其实 我这边可能有点小 你们看自己的 它其实就是在 同时Display所有channel 所有channel的一个 这个讯号长什么样子 那它的 每一个channel的红色线 都代表OxyHemoglobin 蓝色线都是DioxxyHemoglobin 绿色线都是两个家长的TotalHemoglobin 所以如果以现在依这个case来说 你可以看到 我可以很明显 你可以调整这个 它是个左下角的Scaling 你把这个Y轴放大一点 它可以让你这个讯号稍微 就是长高一点 你可以把它对比拉一下 你不要长高到别人的范围里面 将它混在一起 我好像有点混在一起 但是Anyway 你可以看到在1的状态下 就是 右手运动的时候 左手活化 都比这个 同色的这个Sensory Motor Error 来的高很多 那如果我现在回到我这个视窗上 我把这个1切换到2 它就自动显示出 属于2的一个变化 所以 当你切换到2的时候 其实是 就变成是右侧的 左手运动是右侧的 一个活化来的 比较明显 所以这个视窗 你可以把它关掉 我们刚刚说到这个 新风狗并分成RX跟DX 其实你也可以在原本这个Panel上看 比如说现在如果我接回到 右手运动 我先切换到这个 右手运动 就是左侧应该活化 比较明显的情况下 我把刚刚这个List Box 这个List Box 我去按住Shift 多选哦 多选 把这个HBR也一起选起来 它是一个可以允许Multiple Selection的List Box 多选它 按住Shift 然后多选它 或者是 你直接用滑鼠 左边拖曳的方式多选 比如说我就拖曳两个 拖曳 多选 那你会看到说 这个我刚刚说实线就是指 这个特定Channel 一个Oxy的一个浓度 那这个虚线 DOT9这种就是所谓的 DeoxyHemobody 所以其实按照我们真正的认知 在这个标准的一个 所谓有血流Equivation 变化的这个情况下 应该是OxyHemobody 会随着需求的上升 DeoxyHemobody 则是会下降 所以 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特定 相较于这个零点的这个线来说 活化会使得OxyHemobody 增加 DeoxyHemobody 所以这是一种 相较于过去 我们看的可能是 EMG 基电图 我们看的可能是 EG 脑电波 都不一样的一个指标 它看的是一个血流的一个变化 或是我们说 血氧 血氧的一个变化 所以大概到这边为止是一个 整个 我们一样勾出一次 这个整个GY怎么使用 这个Page 大概有哪些功能 那当然 它的功能其实非常非常多 特别是在于 我们刚刚提到这个 你在选择 要怎么处理 讯号这个Options里面 它其实提供了很多 很多很多额外的功能 那这个 不是在今天课程办法上 我就不详细去解释 那如果你想要了解一个 你刚拿到一个Package Package它的功能 当然如果有人可以Demo 也是给你看最好 如果没有的话 各位会发现在 你的这个资料夹里面 我们今天这个Materials底线L 所以听你这个资料讲一遍 有一个PDF档 有一个PDF档 这个是由他们这个团队 在release 这个Package的时候 一并release出来的一个User Guide 好 所以各位稍微 把这个PDF档打开来看一下 有一个叫做 Format 2 底线User Guide 这个PDF档 这就是一个标准 你今天或者是要 写一个软体 这个软体是 包含网户上 谁都能用的话 你要有良心一点 好心一点 稍微把这个 使用手册一起放上去 否则你只是丢一个 免费的 free的一个Source Code 或一个GY给别人 但是没有告诉别人 怎么用 其实对他来说是 他当然可以试 但是稍微会困难一点 尤其是功能这么多 一个比较完整 每个人觉得他会比较困难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一个标准的一个GY 他其实一开始 当然会有一个封面 那封面完之后 其实就会有一个 table contents 就告诉你说这个 我整个目录里面 包含什么功能 那按照我们今天讲 其实你会发现 第一个他告诉你说 你可以去download Homan的Source 或者是这个Document 就是这一份文件 你可以怎么去哪里 download 怎么安装 那第二项 第二项他就在讲什么 他就在讲这个 NIRS Data Format 我们刚刚不是说 他有个专用一个 打案格式 叫做什么什么点 NIRS 当你去宣告 或是去使用一个 你这个程式专属的 这个Data Format的时候 务必要在你的使用说明里面 告诉大家 你这个格式要怎么去设定 只有当人家知道 你这个格式怎么设定的时候 他才有办法把他这个 从不同机台上 比如说不同近黄外光的仪器 让我们所收下来的Data 转换成你的程式 可以使用一个格式 所以这个是一个良心事业 就是你不写的 没关系 但是你希望别人 可以用的话 你就应该这么做 所以比如说 我们先移到这个第四页 去看一下这个NIRS的Data 你可以直接在幕上点它一下 他就会告诉你说 这个Homan Data Homan Data 实际上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 Mainable File 它是个Mainable File 它只是故意把副导名 改成点NIRS 它实际上 你可以用load 然后读取Mainable File 的方式去读取它 因为它其实根本就是 一个Mainable File 只是故意把副导名 命名成NIRS 那他就告诉你说 这个Fornate里面 它其实是一个 存了很多不同变数的 一个点Main的档 那这个点Main的档 实际上 它里面应该包含什么 他就告诉你说 有个T变数 这个T变数 代表是时间轴的一个讯息 有一个D 小D的变数 代表是Detector 所有你真正去收到 讯号的一个数值 SD代表是你Source 跟Detector的一个arrangement 不管是它的这个position 不管是它的这个数目 比如说你有几个Source 几个Detector 都应该存在SD里面 然后还有这个小S 代表是你这个Source 小S代表是你的Stimulus 就是你的Event 你到底在哪个时间点 给了什么字机 你的Event Marker 要怎么射都存在S里面 LMail 是一个你的Source 跟Detector的对照表 第一个Channel 是指比如说 E之三 叫做第一个Channel 第二个Channel 应该是几支几个 应该列在这个矩阵里面 AUX 只是一个附加的 额外的一个讯号 如果你是,比如說你有什麼Food Switch,你有什麼按發通訊號 你可以通通寫在AUX裡面 這個是人家在這個目錄的很前面就會告訴你說 其實我這整個這個file方面應該長什麼樣 那其他就會進入到一個go through的 go through的一個使用流程 那通常如果你是一個完整的一個使用手冊 其實它會有一個overview 告訴你說其實我這個版面裡面會有長哪一些區塊 會有什麼樣子 比如說,一樣在第六頁的地方有一個overview 它會直接把這個版面貼上來給你看 然後告訴你說其實裡面包含什麼 有一個四支之一就是一個所謂probe window 它告訴你的所謂probe window 就是你剛剛去選擇不同channel跟detect的這個位置 就是這個probe window 然後你會有什麼data window 你會有file window 你會有這個什麼參數的調控之類 這都是一個好的使用說明書 你要告訴人家你有什麼 那當然在它後面的content 它就會把這個依序有哪一些功能 按照資訊介紹給使用者 所以它會有個getting start 從開始你需要什麼東西 然後你要怎麼去這個 在process之前去configure一下你的這個參數 就像我們剛剛做的 去設一下這個processing的parameter這個option 那再來你還會有什麼功能 比如說你可以怎麼去設定你的stream啊 你可以怎麼去處理你的data啊 你可以怎麼去處理你的data啊 你要怎麼去file你的這個 這個處理過跟沒有處理過的data 就像我們剛剛勾出的一次 所以你看一下它這個 這個還算是一個簡易的user guide 它就已經有50頁了 那當然各位在期末報告上不用寫這麼detail 我只要求各位用條列的方式 然後把你這個流程 用go through的方式走過一次就好 所以這個是未來啊 如果你不管拿到哪一個地方哪個軟體型 你都必須要做的事情 你要去看它的使用手冊 你要去了解它的那個流程 那只是說現在流程 我系口述的方式 帶各位走過一次會比較容易一點 好 我們繼續看回到我們的這個slide 各位先有個印象說 大概這個整個 程式可以做什麼事情 大概先有個印象就好 所以一樣的 我們跟上個禮拜一樣 在我們了解一個程式之後 其實你心裡面就應該有個poo啊 就是告訴自己說這個 這整個GUI或這整個package 其實它能夠做什麼事情 那它的一個run down 或是它一個處理流程 其實應該是長什麼樣子 所以for這個home and to UI 實際上它應該 流程上會跟上次其實有點像 一開始你必須要先import你的nears data 那它跟我們上次這個 這個 所講的這個Motion Analysis 這個GUI有點不太一樣 上次那個 我們自己寫那個Motion GUI 它是在你開啟之後 去點一個input button 才開始去輸入 data 那home and to UI 它的寫法不一樣 它是在你一旦按下run 或去call這個home and to 底線UI 這個function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去要求你 給它一個可以讀到這個答案的資料夾 如果這個在你當下路律上它找不到 它就會跳出一個詢問視窗 你要不要去找一個 可以找到檔案的資料夾給我 我就會自動做一個input的動作 那當然各位是因為 已經把這個current directory設好了 所以它會自動就把當下路律裡面 只要有這個2檔 你叫做點nrs檔案 統統都給讀取進來 所以這個input yes data這個動作 其實它是一個automatic的動作 你不需要另外再去點什麼 button 去開啟什麼視窗不用 那再來你讀取現在之後 很快你就可以去select你的file 跟做一個visualize signal 這個動作 你可以去visual inspection 讓你的roll 你去觀察一下 我今天收起來的訊號 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很多的spike 是不是頻率不對 是不是長度不對 是不是你這個 很多的motion在裡面 都是一個visualize signal 所提供你的一個功能 就讓它把這個訊號也呈現出來 讓你可以在不同的確量之間就接換 所以很快你就會有一個signal management 你其實可以去觀看訊號之外 你其實可以去把你不要的訊號給切掉 各位不用做 各位看我做就好 你其實可以回到rotator 這個level上 我們回到這個concentration level上 如果我今天點到一個channel 我們今天不要點那麼多 很醜 好像這樣 如果我今天特定有哪個區段 我不要 其實你會發現在 我們剛剛沒有講這個panel裡面 你其實可以有一個exclude time的選項 當你把它勾選起來的時候 你的游標回到這個訊號x裡面 你可以拖拉 點下去之後拖拉 比如說我先拖拉一個範圍 我點它 等一下再做一次不好意思 點下去之後拖拉它 像這樣 你會看到有一個方塊 你可以拖拉 比如說我選到這麼多範圍 放爽 它就會幫你把這個區塊的標程 是有一個底色在下 你告訴你說這個區塊 等一下是不會分析的 也就是說當我再等一下做這個 block average動作的時候 其實我只會用到這個事件 這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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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這個事件 但是這四個事件 我通通都是被我exclude掉 所以當你fegel去掃過一次 你覺得哪幾個effet 它其實可能頭動得特別嚴重 或是它沒有乖乖做的時候 你覺得不應該被average到你最後幾個裡面 你就可以用這個exclude time的動作 來做一個manual的rejection manual的rejection 那所以這個 你要取消可以再點一下這個地方 它會問你說是不是要remove 你剛剛選的這個區塊 你按下yes 它就是在幫你打工的動作 做一個復原的動作 所以其實它也提供你一個signal management動作 不管是manually的 還是automatically 它其實都有提供 那再來一次我們剛剛說的 你在select完你的訊號之後 其實你就會去設定你的process 你的參數 然後按下rub 按下session 按下group 你就可以去analyze你的beta 那最後到analyze完之後 我們會再回過頭來 再從高那個panel上 那個axis上去觀察一下我們的訊號 如果處理完之後 你的訊號不make sense 不好看 不漂亮 你可以再回頭去做一個 這個 是不是應該再把某一些 不好的訊號給丟掉的動作 或者是 重新設定我的processing一個參數 比如說這個 綠波的範圍 是要稍微做調整 我做motion rejection 的時候 是不是要再嚴苛一點 你可以再做一個調整 然後再回到analyze data 所以 一個好的gy 理論上就是提供你一個 Iterative的一個概念 你可以隨時在分析完data之後 去觀察這個data 好或不好 不好 我就調教我的參數 重新分析 再調教 再分析 所以這個是gy一個很好問題 它是一個recursive 它是一個反覆重複 一直達到你一個使用者認為 說optimal的一個 這個最佳的一個分析結果 那你才會走到最後的一個 safe dataset 或者是一個 這個export data的動作 那當然各位會發現 其實我們剛剛說 import是一個automatic 在這個軟體裡面 safe data 也是automatic 所以你會很難發現 在這個版面上 你會很難找到 就是有一個 所謂safe data的動作 你會發現 你每做一步 可以有一個safe changes 但這跟你的那個 處理完的data 其實是兩回事 所謂safe changes 它才傳言 就是比如說 我某一些channel 要或不要 要不要顯示 要不要處理 你按左鍵在它上面 就會變成是 這個 比較粗的虛線 它其實代表是一個 不處理 但是你剛剛如果是按左鍵 它是一個比較細的虛線 它只是不顯示 但是會處理 它有一些不同的方法 那這個動作 這種vable的動作 都會透過一個 menu 你要safe change的動作 來做一個儲存 但是你的processing的動作 都是automatic去儲存的 只要你按下RAW 它處理完之後 它就會自動幫你寫 寫回到你這個檔案裡面 你會發現 在這個data裡面 這個檔案 你會看一下這個大小 好這裡 這個大小 你會發現它其實現在是10mega 現在是10mega 可是如果你有印象的話 比如說我現在回到我的壓縮檔裡面 剛剛在給各位這個壓縮檔裡面 它原始的檔案大小 我們可以回去看一下 比如說這個data裡面 這個原始的檔案 其實只有2mega 原本只有2mega 但是你處理完之後 它其實會一直堆疊 depending on 你怎麼去處理它 所以當你處理完之後 你會發現其實你那個data 它並沒有要你存到哪兒去 它是自動幫你存回去 原本檔案 所以它是一個覆蓋的動作 它是一個覆蓋的動作 但這個覆蓋也不是完全不肯膩 因為它並不是把你原始的RAWData給蓋掉 它是把你處理過的訊號附加上去 所以在某種程度上 如果你不想要這些附加的訊號 你只是可以把它delete掉 你可以把它delete掉 那最後當然還會有一個 比如說你不想要output 或複寫回去到它這個什麼.ns 這個檔案裡面的話 我能不能夠explore成比如說 Excel檔案 或是這個從文字文件的格式 那理論上 在它這個軟體裡面 你可以發現它在file這邊 file這邊有一個explore的什麼hrf 就是或者是explore一個mean的一個result 它雖然有 但是不work 這個是蠻可惜的地方 這個是 不知道為什麼它release到現在 很多使用者跟它反應說 沒用 當然是不改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他們沒有經費改 通常國外會釋出這種免費的管理 都是因為他們拿到一個很大的計畫 這個計畫專門就是要develop一個 好使用 reliable 可信的 一個 這個軟體介面 他們才會去做這種事情 那 很有可能是因為他們這個計畫年度過了 比如說到2012年就過了 那他可能就不會再去後續做一個 這個optive的動作 所以這個功能雖然有 但你按下去其實它是沒有用的 不會浪費時間 好 所以這個大概是整個一個流程 那我們回到跟上禮拜一樣的問題 今天如果一樣 我拿到這個package 我當然很開心 因為 今天老師叫我去分析 建皇外觀的data 我當然就是手上就拿到這個 一個可以分析的package 我當然開心 開心得不得了 因為我等於說不用自己寫code 不用自己去學分析的方式 但問題來了 像如果你碰到像剛剛那個例子一樣 它不能輸出資料 欸這個問題很大喔 你如果今天可以用某個軟體去分析資料 但是分析完data拿不出來 那這個軟體有跟沒有是一樣的 因為表示說你後面要做統計 除非他本來可以做統計 他不能做 他不能做統計 你data也讀不出來 那這個軟體等於是沒有用 所以我們現在假設便宜到這個問題 你很開心一開始看到它 像聖誕節的禮物一樣 它是一個很huge的一個禮物 它包含了808個檔案 它包含了101個folders 這麼huge的一個package 功能看起來很漂亮很多 但是打開之後 你發現可以用 但是不知道怎麼輸出 那你該怎麼辦 所以你面臨到 跟上禮拜一樣的問題 你要到一個gy 你要到一個程式介面 你能不能夠去locate特定的位置 或是增加你想要的功能 來幫助你完成你最終分析data的目的 就是輸出它 然後你可以後續 不管你用sbs做統計 或是你要算什麼平均值都很簡單 所以就算是 那個主程式本身都有1968行 更不用說它附加的方權這麼多 你今天deal with它 其實我們一樣 要用類似上禮拜的search的功能來做 但是各位不要忘記 上禮拜我們在講的是一個 我們自己建立的那種格式 它的property是外顯是外露的 你可以去search stream 你可以去search style 但是各位應該還記得 用guide建立的這個code裡面 你是看不到任何UI control的特性 因為它通通寫在那個v格上面 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要 對於這種所謂guide建立出來的這種程式 你要去做修改過程搜尋 你必須要一樣用guide思維來下手 所以二話不說 如果你今天想要去修改guide 你就用guide去開啟它的這個檔案 那我們現在說過guide應該是一個設計環境 應該是一個本身也是一個使用者介面的guide環境 所以現在問題來了 如果我現在知道它是用guide寫的話 我是不是能夠用這個guide的方式來修改它 那你會發現我從影片上其實這邊寫的是一個 這個easynears.fig 或者各位剛剛在開寫的時候 很多人都碰到一個 error 就是找不到easynears這個檔案 那其實你會發現雖然我們剛剛在一開始code的時候 我們傳呼的是Homer2底線UI 我們其實傳呼的是這個 Homer2UI 但實際上它真正的man function是寫在easynears.figure 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秀給大家看 各位如果現在拿到這個別人的東西 別人一定會告訴你怎麼開啟這個程式 我現在知道fint這一個 當我在設好錄訂之後 在comment window下 打上Homer2底線UI 我就能夠開啟這個程式 那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 是不是Homer2UI裡面就包含了所有的程式嗎? 可以讓我檢視搜索跟修改 試試看 Mailover有個function 各位不要忘記叫做open 你不用自己去找那個檔案在哪 因為我剛剛說 這個package裡面有800多個檔案 你不要自己去找說 那個檔案在哪個資料夾裡面 用open 在你設定好路線的情況下 請你打上open 然後homer2底線UI 不要忘記 我之前跟各位提過說 其實在comment window下 你打上open這個指令 目的就是請 Mailover自動幫你在整個passway裡面 去search 符合這個檔案名稱的m file 然後用edit把它開啟 所以按下去 你會發現它很快就幫你跳出這個 叫做homer2底線UI.m的這個檔案 但很不幸 真的還講 這個程式裡面只要兩行 那就是function這個 所以幫你傳呼它沒錯 它就會call這個function 然後它就call別人 這個是很莫名其妙的設計 我個人推想就是 應該它掌線第一版 它是把它取成easynears 但是後來哪個進步就覺得 homer2底線UI比較好聽 它就把它取成homer2底線UI了 所以這個function只是一個轉介的目的 就是讓你很直觀知道 這是一個homer2底線UI 但是我實際上去call它 找起一個方法 叫做easynears 所以這就告訴我們 其實easynears可能才是你要找的 這時候你再回到 回到旁邊window 這時候我們要做什麼事 我們要open easynears 不要呆呆呆呆 不要看到這個easynears 我就想說 到底在101個資料夾裡面 哪個位置 不要那麼辛苦 一樣回到旁邊window 打上open easynears 它竟然要這樣耍我們一圈 我們就跟著跑 總是會追到它 按下去 誒 這看起來好像就比較多一點 通常我們第一步就是先檢視程式碼幾行 1900多行 那應該就是真的 我們看一下 它到底是不是一個GI架構 我們說GI架構要嘛 就跟我們之前很古兵一樣 一開始你會有一大段宣告 什麼UI control 什麼figure 那一種 自己cell constructed的那種格式 要嘛就是什麼 就是用guide 所以我們往下lu 好 都會覺得這是guide 還是我們那種格式 就算你不會看程式碼 你看也會看上面 lens的modified by guide fee 2.5 它最後是用這個mail.com 裡面這個guide v2.5這個環境 來做一個gy的一個設計 所以這個格式我們之前也說過嘛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guide的一個先行 先行的一個程式碼 這個程式碼是你不能動 但它只要你用guide做圈構 它一定會出現這一段 當你得到這個hint 我知道這個程式碼 實際上是用這個guide來建立的話 那你就可以用guide的環境 來檢視它的這個版面配置 所以第一步事情就是 我們當然就說 OK你現在用概念 我當然就是guide 在conclusion上打算這個東西 它不是都會有一個 讓你可以去open 這個existing的一個guide 就是已經存在的guide 那當然我現在要開的guide 應該是什麼 就應該是這個 如果它是 我現在cancel 不好意思 我應該要去開啟一個 跟這個easynears.m 相對應的一個環境 那應該叫做 easynears.fig 我們說這個.fig跟.m 在蓋的設計應該是一個pair 好 那問題是現在它這個檔案在哪裡 不要懷疑 我現在放的位置就要告訴你 檔案在哪裡 一長串 你可以自己把那個游標 放到你edit上面這個標籤頁上 以我的例子來說 就會在剛剛說的那個materials頂線L13裡面 有一個home and tool的資料夾 home and tool的資料夾 home and tool的資料夾裡面有一個packages packages的這個子資料夾 裡面有一個叫做easynears的子資料夾 裡面就有easynears 所以我就follow這樣的一個check 裡面的home and tool 裡面的packages 裡面有的easynears 那裡面就有這個easynears.fig跟easynears.m 這個成對的這個答案 所以我如果現在要讓這個蓋的環境開它 我就要找到這個路徑 所以我再做一次喔 如果我現在考面部都是要打上蓋的 browse 我現在就去找在home and tool底下 packages裡面有一個easynears 然後裡面有一個easynears.fig 應該有這個檔案 走到大按下開啟 這就回到各位在幾個禮拜前自己很苦命 這個設定程式介面的一個環境 就是這樣一個環境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這個螢幕解析度比較小 所以我要辛苦一點 你可以看到我們剛剛所看到這個版面其實都是有依據的 那到這個階段為止 它是個good news喔 因為其實我們在檢索上面 如果你今天去用這個蓋的環境 其實你要檢索它是比上個禮拜 在這邊search什麼字來的容易很多 為什麼? 我們之前已經知道了 你的callback都跟什麼有關係 所有的callback都跟物件的tag 它的內容有關係 所以我們今天假設我問各位 我現在問各位這個問題喔 如果 唉唷 這個 如果我現在去找到 剛剛我們說options這個button 它的callback在哪裡 我可以怎麼做 我可以怎麼做 這麼做 回到你這個環境界面 不要忘記我們說你點兩下 在這個button上點兩下 或是右鍵 按一下property inspector 都是一樣的結果 點兩下 你應該開啟這一個property inspector 就是一個屬性的一個檢視視窗 那我們現在知道tag是什麼 我們當然可以去往下 我們說在tag這個標籤頁上 我就可以去看它說 它這個tag其實很長一串 我拉長一點 就叫做什麼push button 然後singinal process 然後advopt 你永遠不知道你要怎麼取名字 但是你只能接受 因為你現在是用別人的這個code 它的思維跟我的思維也不一樣 所以要取的名字 我也讀太懂 但是好像是跟singinal process的option有關係 大概只能講吧 那當然你看到這邊為止 你就可以回去 比如說我們說用這個 當作一個關鍵字喔 你用複製 回到我們這個sourcecode裡面 你可以用go to 我們說go to應該就會找到剛剛那一串文字 後面加上一個底線code back 應該就是它code back的位置 所以你當然可以很辛苦 又很肉眼 去找一個push button 非常難找 大概在下面的位置 然後當然你也可以怎麼樣 你乾脆不要自己這邊 go to很辛苦 你其實也可以用我們上禮拜講這個search的方式 你直接去search 這個次串在哪裡出現 好 所以search到要後面有接一個底線code back 或者我自己答 底線code back 這個才是我要的喔 好在這裡 所以當我一搜尋 我就知道其實在324行 324行 就是我們說的這個bottom的一個功能 它一個code back的一個g 那當然 如果你嫌這樣還是麻煩 其實蓋台提供一個 直接跳到它code back的一個功能 一樣回到這邊 按兩下跳出這個 這個property的inspector 你可以直接往上拉 通常code back的宣告都很上面 任何一個物件都會有它的code back 那code back的這個後面有一個小小的一個button 好像一張紙上面有一支筆 你看自己 你看我一定看不出來 好像有一張紙上面有一支筆 就是編輯的意思 點它 它會自動幫你開啟 在edit裡面相對應的這個位置 相對應的位置 所以很快你其實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 你就可以知道 324行就是我如果想要去修改 Options的方式的時候 我就是來324行做修改 當然從哪裡到哪裡 跟上次的規則一樣 你看到一個function到下一個function出現之前 中間這一段 就是for 我們剛剛說這個option button 的一個程式 的一個程式 所以通通道理 我問各位 如果你現在要去locate一下這個 我們剛剛說在760850這個list box 切換這個功能上 請你去找一下它的code back在哪裡 告訴我它在第幾行 這一個 切換760850 它的這個程式碼在第幾行 你當然要先在你那個環境界面上 先找到760850的這個list box 這幾行 335多少 我們看一下是不是 一樣 這個動作應該很簡單 所以原本這個其實比射取還簡單 你就只要在版面上找到它 找到它在這裡 我就點它兩下 然後我去找它這個code back的位置 點一下它 快就在352行 我就可以看到這個list box 實際上它在切換訊號的時候 在做什麼事 就是這幾行 就是這幾行 OK 那當然這個也是一樣道理 就是泡泡menu 泡泡menu也是一樣道理 你就自己稍微試一下 自己稍微試一下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這樣子 各位應該有注意到 在我們實際上這個 執行這個視窗的時候 我剛剛不是說其實你還有這個 好像一個menu bar一樣 我們稱作menu bar 一個下降選單 在上面這種menu bar 當你點它的時候 它裡面其實還有很多不同的功能 好像可以去點選它 這個我從來沒有跟各位講說怎麼設計 但其實在概念裡面 或是在你的直接語法裡面 你都可以去修改這個地方的內容 你可以去設定說 我其實要有幾個這個清單 比如說有file 有tools 有few 你可以加一些 比如說自己的名字 elvenu什麼之類的 你可以去加自己想要 然後點它一下 它下它出來 應該要幾個選項 都是你可以自己做設定的 那這個東西實際上 每一個都跟button一樣的概念 你按進去就跟button一樣 都跟button一樣 那這個東西實際上 你在概念裡面也可以檢視它 也可以檢視它 在我們slide的上一頁 如果你在概念的設計環境下 你從上方的一個tools 然後裡面一個menu edit裡面 你就可以去看到說實際上 這個東西要怎麼做修改跟編輯 我們試一次喔 如果你這樣 在我們這個設計環境裡面 它不是左上角有個file嗎 而左上角有個tools 這裡這裡 在比較右邊數過來倒數第二個 裡面有個menu editor 點它 它就會跳出一個menu editor的一個視窗 那這個視窗在幹嘛 我們剛剛不是說 其實你在真實的介面上 真實的介面上 其實會出現一個這個 這個這個 我們可以去點它 然後會有個下壓選單 那這個下壓選單 其實在這邊編輯的 你會發現 如果你把它稍微拉開一點 你可以看到它這邊有一個可以收合的一個 這個東西 所以如果你把它全部都收合起來 它其實就是我們剛剛說 在介面上面這個file tools跟file 這三個東西 然後在file下面 你可以展開有很多不同的功能 有很多不同的功能 OK 所以這個功能你其實可以怎麼樣 你其實還可以去移動它的位置 比如說你想要它先顯示 你就點它之後上下移動它 你可以去調整它的順序 那它每一個東西都跟基本的button非常大像 所以比如說我現在想要去看到這個explore的功能 explore的功能 我可以問你說它的 它的callback在哪裡 它的callback在哪裡 那一樣 你就會發現你點了它之後 在右邊 這個menu properties這個裡面 一樣會有一個callback的位置 callback的位置 後面就有一個file 如果你點它 它一樣會是幫你帶領到這個 跟explorehrf相關的callback的位置 所以在1518號 所以這個是如果你今天想要去找 其實在menu bar裡面才有的功能 時候你可以透過 概念裡面的一個menu editor 一樣去搜尋它相關的功能 一般是它完整的性質 像有一個more properties 點它 你一樣會跳出一個屬於它 這個我們稱作ui menu ui menu的一個屬性檢視器 就是proptive inspector 一樣 所以這樣可以理解嗎 就是我們其實同樣的 在這整個這個過程中 我們都一樣是可以 這個透過guide的一個檢索方式 很快的去找到我們應該要修改的地方 OK 所以各位下課的時候再稍微點擊一下 如果你要去找這個poppopmenu 在定一個位置的時候 你應該怎麼去搜尋 你可以稍微再練習一下 所以原理上我們這整個 在拿到一個page 這個修改的經驗 其實跟上禮拜講的 沒有什麼不一樣 只是你今天的思維要 depend on它是哪一種 建議GI的一個方式 來做一個修改 所以這大概是第一部分 一個nail now的問題